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面对失业的情况分分钟是20万人数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究竟面对失业潮 如何能支援失业的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就开了这个记者会 我也有请了三位在国区九龙城 游尖望和深水埗的一些社区的干事 以及议员 也都今天后面有几位的刚刚失业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讲一讲现在他们面对的困难和情况 除了这个原因之下 为什么要开这个记者会呢 事源我们的立法会 前天收到一份文件 是关于雇员再培训条例的刊献 将会在明天的刊献 这个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 又叫做爱增值的计划 这个爱增值的计划 原本是特别爱增值 这个原本的计划 就是所谓的一根救命草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有些朋友如果他失业 他就可以透过这个爱增值计划 去报读一些课程 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 坊间有很多那些 譬如明哀等等 他们这些课程是可以转型 如果最高他们可以 原本是4000元 现在最高可以到5800元 刊献是增加到5800元 就是做这个刊献 但是我们发觉同一时间 我发觉原来 现在这些机构报道的放车 其实已经全部 基本上都停了 基本上就没得读的 因为就着疫情之下 其实所有那些课程 基本上都暂停的 所以基本上 由那个计划 由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 我的理解 大部分的人 都没得到这些资助的 你现在跟我们说 刊献到5800元 你就算刊献到1万元都没用 因为根本就拿不到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救命草 所以我们今天 除了这两件事之外 我们就会觉得 在现时的情况 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又觉得有7点的建议 希望特区政府 在疫情之下 慎重去考虑 我会先说到 头3件事 接着我会请几位同事 再去讲一讲 第一 就是刚才说的 就着这个爱增值服务 其实是不能够接受的 现在大部分的课程 已经停了 我们自己都亲自打电话 去这些机构 他们都说暂时是没有 这些课程是就读的 所以我们都要建议 第一 现在我们都知道 很多是网上售课的 可不可以这些 这样的培训机构 转化做网上售课 譬如你有些可能读 有些可能知道 有些可能读语言的课程 其实网上都可以售课 可不可以把它转做网上售课 接着都可以同身开放这些课程 等到大家都可以去就读 这个第一 第二 就是我们都建议 是否可以考虑一个先津贴后培训 就是其实 现在 为什么暴读的人数 其实是不多的 我是看回数字 局长在12月的时候 说只有5千人左右 是暴读的 其实数目是很少的 那数目这么少之下 可不可以 第一 就是一定要想办法 是将数目加多 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失业 十几万人失业 到读的课程 只有那几千人 那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 第二 是否可以考虑 先春碟后培训 可不可以先给了呢 就是等到大家都 或者你先给了一半先 然后你之后再给另一半呢 等读完之后 都等它在短期 都可以有支援的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就是职位了 其实现在看到的失业潮 是这么高 其实记得像沙士 特区政府 是推出了一个 三万个职位的方案 当时就安排了很多 新的临时职位 是处理的 那我们都期望 特区政府都可以考虑 其实现在 其实有很多的新的职位 是需要的 包括了可能有些的 清洁 公屋的清洁 现在大家都注意到 环境卫生的 那么清洁服务 可不可以做多些 可不可以支援一下 一些的后援 支援一下一些百里的家庭 送一下饭 照顾一下一些长者等等 可不可以就开多些 这是短期的职位 去等到短期 可以应付这个需要 第三 就是这个 逆境失业援助金 其实我看到 各个政党 其实都有说的 我们都是希望 这个逆境失业援助金 是可以做的 因为现在 刚才在说 这个外增值这个服务 就是一个所谓的救命草 其实就不是很救命得到的 但是除了这个救命草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 基本上 就是要是 你去拿纵援 我们刚才也有几位朋友 都聊过 就是拿纵援 是他们最不想 最后一步的选择 可不可以真的想想 做这个 逆境的失业援助金 我自己都留意到 今天 昨天 新闻刚才也有报道 英国 现在他们是有一个 短期的支援 25000英镑 很多钱的 其实都 支援几个月 其实英国也是面对 这样的情况 我们香港可不可以做到 一个短期的失业援助金 去支援他们几个月 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我先讲这三点 接着就再请大警华 跟我们讲一下 第四点和第五点 第四点 其实就是 今年一月 政府推出了一个 约困的措施 就是说 为失业人士提供有限 现金的津贴 和为就业不足提供有限的 现金津贴 職宗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的職宗 基本上每个家庭 发放5000元 但是呢 就要等到六月 才可以发放这个津贴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 其实要求 政府当局 会不会更快的发放呢 还有第二 这个的申请门栏 其实是比较高的 其实会不会考虑 放宽这个申请门栏 让更多的家庭去受惠呢 在第二个方面 现在很多学校都停播了 那其实有很多的 非专型巴士 基本上就 已经是没有公开的了 那我们都看到 我们在尖沙咀 看到很多时候 有很多在外地回来 由机场回来 或者是深圳湾回来的 一些我们的香港居民 一些游客来到 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政府都要求 很多人一个自我隔离 其实政府会不会考虑 出一个外叛的形式 拼请这些非专型巴士 或者校巴 另一班 说要需要自我隔离 这些这样的旅客 或者我们香港的居民 由机场 或者由关口 直接可以送到他们回家呢 那我们看到 也都可以减少 他们很多时候 乘地铁 又跟很多人一起的 也会不会减少一个交叉的感染呢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好的 谢谢景黄 那我就再请林德成 林德成江城区员 跟我们讲一下第六和第七点 就着我们第六点方面 我们主要提出我们 就希望现在 因为政府都推出了 很多一些的资助计划 那特别呢 就现在都有零售业的一个资助计划 那我们希望政府都能够 就是推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可以从多方面去考虑 那虽然它呢 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商户 每个商户都可以获得 百万元的一个资助的 但是亦都是呢 它希望的目的 其实都是想 更多一些的商户可以受惠到 那所以我们呢 其实是希望 建议它可以安排这个计划 那因为它 这次呢 其实这个覆盖面 都未能够全面呢 就覆盖了我们所有一些的行业的 那一些零售的方面 一些的商户 那很多的商户 都跟我们反映 都是有一些的希望 政府都能够 就是帮他们呢 就到过难关的 那譬如 因为我们这次这个零售业呢 那很多一些其他 好像美容啊 发型屋啊 那一些粮茶店啊 铁打店啊 街市的一些食市商户 都是跟我们反映了呢 都是未能够 受到我们饮食业的资助计划 也都这次 零售业的资助计划 也都不能够呢 就是受惠到的 那我们都希望呢 透过我们这儿呢 可以和政府反映 希望政府可以呢 就是覆盖我们 刚才所说的一些商户的 那还有另外 我们也都希望呢 第七点 就设立这个呢 就是检疫和一个缺勤的津贴 那最近也都市面上 甚至说报道上 我们都可以知道了 收到很多一些呢 就是有关于 可能南桂坊 譬如南桂坊一大 那些员工啊 那一些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也都希望呢 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就是特别是一些的 家居检疫啊 和被迫停工的那些人呢 都能够呢 就是给一些的津贴 补贴给他们 令到他们没有一个 后顾之忧 那特别来说 是说在这个 停工的期间呢 那因为他们那些收入 全部基本上来说呢 都是没有的 那所以我们具体就是 希望呢 雇主能够呢 就向这个检疫 和因疫情 而被迫停工的员工呢 都能够呢 就是呢 就继续发生了 那不特别是雇员 缺勤的日子的薪金呢 都可以透过我们 今次这个防疫基金呢 就可以作为一个 就抵消 以及实布实销 那样的形式 去进行一个 补贴给我们一些的雇员的 那我就说这么多了 好 谢谢林德成 简单言言呢 其实我们见到 现在那个疫情呢 那个爆发 是每天都仍然是 这么多的确诊 我们是很担心的 就是呢 其实大家都现在 都不断这样 呼吁着 大家一定要尽量 留在家里啊 家居隔离啊等等 那我们觉得是有个需要在 那里的 当然我们都明白 都希望是尽量 一起打好这场疫情战 但是同一时间呢 对于很多企业 打工仔来说呢 其实这个难关系 真的不容易过的 我自己过去一段时间呢 在那里都听了很多 真的很多的打工仔呢 都跟我们说呢 是面对很大的失业潮 其实他都很惨的 就是他都想自己帮个雇主 他都明白个雇主的困难 但是就是 其实就是首庭口庭 所以呢 就是我们真的很希望 特区政府呢 要有一个魄力 和一个决心 现在呢 就是之前那些的支援呢 其实都 我们觉得是不足够的 必须要呢 再重新再要呢 有更多下一轮的 一些的措施呢 去支援所有的打工仔 让到呢 就是他们有个基本的保障 好了 接着呢 我们今天呢 就请了三位的朋友上来的 那他们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不如请啊 看看哪位先啊 何小姐先好吗 好 何小姐先 是 何小姐你上来吧 那我叫林伟文呢 就帮我们呢 和何小姐聊聊天 那等大家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访问一下他 好啊 那我叫林伟文 那就 其实呢 本身 其实我们这陣子呢 在地 在深一部呢 我部门的社区呢 都接到很多 求助的电话 就说失业啊 那其实有没有些 可以帮助啊 那其实呢 今天我就 找了个街坊过来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案子的 那 那 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何小姐 那她本身就 做酒店了 那何小姐 可不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你近期遇到的情况 是 我是做酒店的 那这个月头呢 就 因为酒店的夜了 所以就 失业 都有难过去找 就是找工作的 但是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 很多酒店都 嗯 不会 就是不乘人 因为不能工作 嗯 那我先生呢 就是酒店 厨房的 到厨房的 嗯 那 因为这个疫情 那现在 都 都 減了工时 对开工不足 或者放无薪假 对 放无薪假 就对家庭花枝受很大影响了 嗯 原本可能 就是有两份人工 突然间变了 0.5份工 就是变了下 是的 是的 那本身你家里 有没有说 就是有小朋友还在读书 有些其他 就是可能 補习仍然要进行 那其实 都面对一些压力 交屋租 那这样 那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 嗯 嗯 那因为之前 因为有两个人上班呢 嗯 那工是可以完全负担到家里的嘛 就是为了 保障家里的 我们 每个人都有买保险的 嗯 那现在因为受了 疫情影响力 那我们现在 就是年 基本的 买保险的 就是都 买保险的 是吧 那我们之前 就是保险的 都不可能负担到 嗯 知道 OK 好 那多谢你何小姐 那我们再有机会等 可能有些同事再问一下 那我们跟着请李先生 是吗 李先生 是 那跟着就是李先生 那李先生 他本身就是 做饮食业的 都炒散的 那 那我知道都有一段时间 是什么的 那李先生 可不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你就是 在这个疫情底下 面对的一些情况 嗯 我都失业了两个月的了 那就是 我比较年纪大一点 那 而且还可以 那些叫 不是固定生育的 那些part time 那现在的酒楼 现在的生意差了 通常 第一时间 就是叫那些part time 休息先的 那现在我就 就是属于那批 那现在就算是在做的 也都是在轮住 都是不够公开 变成我想去找其他酒楼 都找不到的了 加上我年纪又大 那变成这个时间呢 真是 没什么收入的 完全没什么收入的 现在唯一是靠自己 就是给子女帮一下 帮轻一下自己的使用 现在没办法的了 去那个疫情 就是 都挺惨的 其实都 嗯 那未来 会不会说 就是有没有尝试过去找工 找过了 要是都 现在四围都不够 而且酒楼都 很多时候都 你可以见很多酒楼 一两层 开一层 一层是休息的 那它都不够公开 就是正式的员工都不够公开 我们的part time 就更加不可能给我们做了 嗯 明白 好 OK 好 谢谢李先生 今天最后请问刘小姐 坐下 刘小姐 谢谢刘小姐 刘小姐 可不可以就着 你这个疫情期间 你遇到的情况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嗯 刘小姐你现在工作是怎么样 之前是做什么的 之前我都是做 做楼面的 做饮食的 嗯 都是做些part time 不是长工的 嗯 嗯 就像之前做part time 我都是长期有得做的 嗯 就没有人没有的 那后来由于那个疫情的关系呢 那后来由于那个疫情的关系呢 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就 没有了 因为人家生意不好嘛 嗯 那不好就不能做了 嗯 嗯 首先就是卡些 那些part time 那后来就 没得做 然后我就 都有去找个第二份工 那找个第二份工 都是不长久了 嗯 因为人家生意不好 因为那间有两层的 嗯 就是我找第二份工 他两层 都做了几天 然后他就说做不下去 他都说做不下去 嗯 那变成了 他就关闻了 那我们就不能做 嗯 嗯 那现在都 失业都一个月 嗯 九几月 那你们 你自己譬如对于这个家庭的收入 你觉得是否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啊 很大的影响的 嗯 那有个小朋友 那我家里就 三个人 和我先生 嗯 那我先生呢 就 现在我去工作 因为他身体有少少病 嗯 就不太适合 嗯 那我自己去做 嗯 那我想要帮补一下家庭 那谁知道现在呢 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收入了现在 嗯 那就 希望政府帮一下我们那些 低收入的那些 市民啊 那帮助一下 和低收入的家庭那些 嗯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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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刚才你坐在这里 可以了 不用动 我们都可能有些人问 那这样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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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社区里面呢 呢 现在是面临失业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我也都说呢 我觉得呢 也不单止是基层的 我们知道呢 很多的 譬如有些中小企呢 可能有些的民员啊 有些的职位呢 其实呢 年轻人的工作 都会因为这样呢 可以流失的 就是如果我们呢 政府没有一个的特别的措施 是支援全香港所有 可能要面对失业的朋友呢 其实对他们来说呢 那个压力呢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我们要重新民建团 希望呢 政府呢 是必须要 就是一定要下一个大的决心 在未来呢 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再推一轮的 就是 书军的措施 特别呢 就是打工仔 面对失业的种种困难呢 去支援他们的 好了 那我们就 就去这里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的提问 又或者想问一下这些个案 好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 记者会去到这里 那我们会后呢 我们都还在这里 那大家如果 都需要问一些个别的个案呢 好吗 大家都可以留下 可以问一下 好吗 多谢大家 好吗